欧洲杯16强赛今天凌晨开梯 东道主日耳曼战车德国对垒丹麦期间天不作美 下起了雷暴雨和冰雹 虽然比赛一度因为恶劣天气被迫暂停 但是丝毫没有交失德国队的士气 最终以2比0完胜丹麦晋级8强 至于率先出战的瑞士则是暴冷杀退了未免冠军意大利 让意大利成为16强中第一支被淘汰出局的球队 欧洲杯今天凌晨开启16强第一场赛事 由瑞士对垒未免冠军意大利 比赛开始瑞士发起猛攻 在上半场第38分钟先拔头筹 瑞士的瓦尔加斯从左路传球到禁区内 中场弗洛伊勒得球直接射门成功 为瑞士拿下一分领先 整个上半场在瑞士队的强烈压制下 意大利中后场节奏大乱 球权几乎被瑞士完全掌控 下半场仅仅开赛25秒 中表国再度发起攻势 瓦尔加斯禁区内右脚都出完美弧线 往球门右上角射门得分 以2比0领先 在第51分钟 意大利往禁区常传 瑞士后卫12投球解为差点百乌龙 索性皮球击中门柱才避免送分 随后意大利队频繁换人调整 但攻势也没有太大的起色 最终世界排名第19的瑞士队 以2比0踢碎意大利的未免梦 对于这个暴冷结果 意大利球迷都对这家球队的表现大失所望 对于瑞士教练则将这场胜战 归功于强大的团队精神 Italia被逃逃了,但在我认为了 我认为了一件事已经解决了 在我认为了,我们赢了一局 在Croatia准备了一局 在98年 这也是意大利队近20年来第一次 无援欧洲杯八强 而瑞士下一圈的对手将会是英格兰或斯洛法克 16强的第二场赛事也十分精彩 东道主德国斗丹麦 一开场德国延续小组赛的强势表现 开赛只有4分钟 德国后卫斯洛特贝克投球破门 但因为犯规在先而被判进球无效 第35分钟赛场上空闪电雷鸣 还吓起了冰雹 宇室越下越大 主办方召集两队球员离场 比赛暂停20分钟 不久宇室逐渐转弱 裁判示意继续比赛 在剩余的10分钟比赛时间 两队都有绝佳的破门机会 但都被门将化解 上半场两队毫无收获 下半场开局 丹麦虽然由安德森攻入一球 但失进球之前 队友德莱尼已经跃位了一个脚尖的距离 因此VAR判定德莱尼在进攻时越位 导致进球无效 不久之后 安德森在禁区内守球犯规 给了哈福茨罚点球的机会 53分钟 哈福茨主罚命中 驻德国队以1比0打破僵局 失球之后 丹麦队被迫加强主动进攻 造成了后防线频频出现漏洞 直到第68分钟 边风穆西亚拉接应后场长传球 单刀推射破门得分 为德国队锁定胜局 双方随后都没有再度改写比分 德国将二球的优势保持到了中场 大进八强 德国球迷也对赛果雀跃万分 但也认为德国队其实还能拿下更多分数 德国球队教练说 尽管这场赛事挑战波折重重 但索性有球迷提振士气 帮他们拿下胜局 德国训力竞技八抢赛 他们下一圈的对手将会是西班牙或格鲁基亚